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可能会忧虑些什么事 今天看到全国各地那么多的民众 虽然大家非常尊重民主的程序 而且大家都接受民主的程序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乡亲 对于当前国家的重要的政策 对于很多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很多的问题 对于未来民进党执政之后 可能所做的决定 跟在这次大选当中 两位其他的候选人 包括处于在内 大家所持的立场有不同的见解 因此在昨天的晚上 处于向全国民众谢票的时候 曾经有很多很多的乡亲 一再提出主党的一个呼吁 处于今天到台北市 到台北县 到桃园县去谢票的时候 也听到很多类似的声音 但是处于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是 在昨天晚上 新台湾人服务团队的重要的干部 大家集合起来 也一致的希望 我们能够对于社会广大的民众 所提出来的呼吁 应该有所回应 那就是应该如何把台湾真正 在这次大选当中 超过60%以上 这些乡亲的主要的力量 能够把它凝聚起来 成为台湾真正安定的力量 因此 处于特别向大家来报告 我绝不愿意 让外界说 宋处于要主党 事实上 我相信 大家所真正期盼的是 政党的结合 最重要的是凝聚志同道合的力量 来一方面 推动他的政治理念 一方面 如果是在野的话 应该是来监督现在的政府 因此 在经过跟 刘院长跟今天下午相当长的时间 大家讨论之后 大家所做的决定 处于 一定 跟大家一样 接受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筹筑一个新的政党 对于相关的很多的细节的事情 刚刚刘院长特别提到了 共同党派的共同意见 特别是 我们今天在场的 几乎绝大多数 过去跟中国国民党 有相当的渊源 也有很深厚的情感 但是眼看到国民党的高层 在这几年 所作所为 不但违反台湾 人民主流的价值 而且更违反 民主运作的基本精神 尤其是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用国家的机器 来 对于 整个民主的运作 被盗而辞 而造成 很多民众 大家 对于这一次 我们参选的过程当中 很大很大的保留 而对于当前的政局 看到今天的发展 尤其大家都非常的忧虑 我在这边 要特别呼吁 所有的民众 大家 还是用心平气和的态度 我们爱台湾 希望台湾能够安定 我们用理性平和的态度 表达政见 绝不要 诉诸于 激情 我再一次的呼吁 我们真正 爱台湾 能够促使 政治改革最大的动力 是让我们凝聚 是让我们凝聚 共同的政见 共同的力量 而不诉诸于激情 这点 还期盼 所有的乡亲 大家一起 共同 大家来配合 我 处于在这边 要向大家报告 内心 我必须要去处理的事情 我参选总统的时候 万水 有不同的意见 他曾经 开过几次刀 但是 非常劳累的 帮我助选 所以在选举完之后 我应该 尊重万水的意见 要去陪陪他 这并不表示 处于 对于当前的责任 这点是我们的国民党 在东部外面 来表达到 他们的心想和抗议 我们的相当地 有这个相关的位置 会出现在电视上头 你才看到 是在跟东部外面 控制的事情 我们稍微继续来看看 肯定位的事情 有些没什么声音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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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到前面去 跟他们跟人民讲一下 李战惠下已经是 过界老鼠的人 很短 你都会久一点 不想要死啊 他就会想要死啊 他就会想要死啊 不要死 他就会想要死啊 到九夜 他就会卖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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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過鏡頭你可以看到 抗議的民眾呢到現在呢 還是非常多人在這裡聚集 而他們也不斷繼續喊著 李登輝下台的口號 他們呢是不斷的喊出 李登輝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他們也覺得呢 李登輝應該為整個國民黨執政 51年的敗選負責 因為呢李登輝是 其實呢根本就是氣憐 褒便因此他們是相當的不滿 認為李登輝沒有真正的 對國民黨做好 國民黨的政權並且進行改革 而在稍早的時候呢 鎮報警察也開始出動了 主要呢就是因為 在裡面召開的國民黨 臨時中常會已經結束了 而李登輝呢是宣布 在今年九月的時候 他將率領所有的黨務主管一起總司 不過呢 現場的民眾呢對這個消息 似乎還並不是很滿意 他們認為李登輝現在應該出來做一個交代 而剛剛鎮報警察呢也是採用噴水的方式喔 然後來驅散現場這個民眾 這個民眾呢 則是把所有可以當作 路障的東西全都拿到路邊來呢 抗議這個車隊的進行 抗議這個車隊的進行 在國民黨中央前面聚集 而在昨天晚上呢 則是在關底的地方聚集 因此已經整整的 將近一天的時間了 雖然天色已經晚了 氣候也涼了 可是到目前為止呢 他們呢 還是在這邊不肯散去 而且他們也一直在號召更多人來加入 包括呢他們也宣稱從南部 有支持者搭乘遊覽車上來支援他們 因此現場呢還是有相當多人在這裡 把整個仁愛路和中山南路口 以及仁愛路圓環這一帶的路 全都擋住了 因此這裡的交通可以說是完全的癱瘓 而他們也利用各種方式 想要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 不過都被大批的警力給圍擋住了 而在稍早的時候呢 包括中常委王佑森 總統吳斯正徐立德等人 進場的時候都曾經遭到包圍 而現在呢外場的時候呢 他們也有採取 鎮暴警察則是採取一個噴水的方式喔 使得場面呢可以說是一度的混亂 而在鎮暴警察噴水的時候呢 民眾則是逃往噴水的地方 拿出他們的這個巨馬 以及一些路障的東西呢 自己把它搬出來圍在仁愛路上 所以整個仁愛路這個地段呢 可以說是完全的癱瘓了 而目前呢鎮暴警察還在這個 抗議的民眾的周圍 在這邊準備待祕 因為到目前為止呢 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車子 還沒有開出來 因此呢 並沒有進一步的一個暴力 以及衝突的一個事件 不過呢這個等一下 這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車子 就要開出來 那麼現場抗議的民眾也表示 他們一定要等到李登輝的車子開出來 要李登輝給他們一個交代之後呢 他們才願意離開這裡 因此現場你可以看到支持的民眾 抗議的民眾可以說是 不停的在這個仁愛路上走來走去 那麼他們是呢 不停的找各種出路的方式呢 希望呢能夠讓國民黨的主席李登輝趕快出來 因此現場情形到目前為止呢 還是相當的一個混亂 那麼他們也呼籲呢 李登輝能夠趕快出來 那麼看樣子這樣抗議民眾抗議的情形 還會一直持續到晚上 那麼以上呢就是在仁愛路現場的最新情形 再把鏡頭交換給棚內 好的好的 那我們現場呢 又可以看到呢 支持的民眾呢 繼續在這邊進行抗議 他們現在從中央黨部的側門呢 跑到後門 他們傳出來消息是說呢 因為國民黨的臨時中場會已經結束了 所以國民黨的主席李登輝的車隊已經要出來了 因此他們現在呢 是相當的機動跑到後門的地方 那小早的時候呢 民眾呢 則是不斷以丟止雞蛋呢 以及噴水的方式來進行 才提出他們的訴求 而整個仁愛路呢 和中山南路口 還有包括仁愛路圓環這個階段呢 的交通是完全癱瘓了 而且來抗議的民眾也是越來越多了 他們現在呢 是會舞著旗子 繼續在這邊喊著李登輝下台 並且呢 和中央黨部的政報警察 進行一個對峙 而事實上這個對峙呢 從昨天晚上 從總統官底開始 一直到現在呢 已經過了整整一天了 從早上到現在呢 這個對峙的情況一直在持續當中 那他們現在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一直找出來說 李登輝的車隊 到底是從後門走 還是從正門走 現在已經有大批的民眾呢 圍在這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後門 堵在這裡呢 希望能夠堵到李登輝的車子 所以呢 到目前為止 這個政報警察的處理方式呢 只是用噴水的方式 並沒有進一步的一個動作 所以民眾呢 還是不停的在這裡 那他們呢 也不斷的以一個喊口號的方式 還有按老闆的方式 的方式呢 來進行這個抗議 那他們也不斷的一直喊著 李登輝下台 還有國民黨應該要 李登輝應該負起責任喔 所以整個場面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混亂 抗議的民眾表示呢 他們一定會在這裡等到李登輝出來喔 他們才願意離去 不過到目前為止 李登輝還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當中 那現場呢 包括了 到國民黨副主席連戰喔 以及呢 還有蕭萬長 也就是這一次的連戰 蕭萬長在國民黨的候選人呢 目前為止都沒有進去國民黨中央 那麼根據了解呢 連戰呢 是在總統府之內 那麼蕭萬長呢 也可能呢 還在他家中 並沒有來參與這一次的開會 那麼雖然國民黨是表示 九月呢 要帶領黨務主管由李登輝開始喔 一起總辭 不過呢 民眾認為到九月之前呢 時間還是太慢 他們現在就是聚集對中央黨部的後門 希望能夠堵住李登輝出來的車子 不要讓李登輝出來喔 並且呢 要求李登輝給他們一個交代 那現場呢 等民眾到這裡喔 還是一直沒有散去 那麼現在時間已經是六點多了 天氣也變冷了 可是呢 這個民眾呢 他們都表示說 他們不願意離開這裡 而從今天下午早上 開始到現在呢 就將近五六百人 一直守在國民黨中央的周圍 他們不斷以喊口號 以及按喇叭 另外呢 他們也有和警察 鎮報警察呢 有向國民黨中央丟出雞蛋 而在上午有國民黨中常委 要把車子開出國民黨中央的時候呢 也遭到這些支持民眾的包圍 那麼包括呢 總統府司政徐立德 中常委王宥森喔 立法院長王金平呢 另外呢 還有就是黨委 黨管會主委劉泰英喔 的車子呢都被遭到包圍 另外呢 在徐立德今天中午 進入國民黨中常會的時候呢 因為他是單獨從走進去的 是的 那麼所以呢 現場的情形就是這樣子 而目前呢 國民黨發言人黃輝珍呢 也正在召開記者會 那麼我們再透過現場來看一下 國民黨的狀況 那麼以上就是這裡的最新情形 第二次大的挫折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 本黨要展開舊網圖存的工作 那麼舊網圖存的工作 第一要務就是要體現民意 因為本黨事實上 在社會上已經失去了民意的支持了 失去了民意的支持了 再不改革的話 都要 我們要負起這個造的重任 那麼他認為反正 他願意辭職去 中央政策會的副執行長的工作 副主席邱創范邱副主席 他首先提到呢 這一次的選舉啊 李主席親自 那麼率領 扶選幹部 黨務主管 各方面支持的 我們的社會的 相關的人士 全力進行扶選 可以說是非常的辛苦 那麼對於李主席 跟相關扶選工作幹部的辛勞 邱副主席表示敬佩 不過邱創范副主席也提到 這一次本黨的得票率啊 沒有超過四分之一 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可見啊 我們本黨的處子 是非常的重大的 雖然 這一次整個選舉的 順利和平的完成啊 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民主政治的進步 以成所啊 他感到欣慰 可是面對 國民黨重大挫敗的這個事實啊 那麼應該虛心檢討 切實的檢討 那麼每一次的 切實的檢討 經常流於例行公事啊 沒有達到具體的效果 所以我們要 啊 免除過去的那一種 西運故事的檢討 而要真正 徹底認真的 切實的 有效的檢討工作 這個就是啊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麼他希望呢 我們黨內應該痛定思痛 痛定思痛 那麼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就是 國民黨臨時党相會 離開到後 現在在六致國民黨的發言前 用規定 來講到 在這党相會的 一條區的進行 另外 在這個宋初如的方面 因為這次 希望可以做出新的進度 所以現在也在說明說 要怎麼做出新的進度 我們當時都可以看到兩邊的現場 我們再來看看 想到新的進度 宋初如記者會 這個現場的進度 現在是由 這個姚英傑 來副表達 這個記者 作文的問題 最不精彩的部分 我來答覆 好不好 當一個國會 沒有任何政黨各辦事的時候 任何一個政黨都會尋求議題性的合作 譬如說這個議題 對我們的支持者有利的時候 更同樣的一個政黨來尋求合作 這個是恐怕你跑離完了那麼久了 你應該了解 所以要我們更特定的黨來合作 恐怕目前我們還沒有考慮到這個事情 謝謝你 還沒有記得先生小姐要提問了 剛剛那個問題 我在這邊 向各位愛護楚瑜的鄉親要報告一下 對楚瑜來講 能夠參選這次的總統 我內心充滿了感激 而沒有能夠達成我們大家這麼多好朋友 共同的意願 能夠勝選 我自己應該找一個時間好好的 不僅是身體需要休息一下 而且應該來檢討一下 在這個當中還有些什麼事情 應該跟很多的朋友 來向他們請教的 我自己本身 剛剛講的 真正所關切的 還不是我個人 我如果要關心個人的話 我最應該關心的是萬水的健康 我應該對家庭的事情 稍微去照顧一下 另外一下 我非常關心現在台灣所面臨的很多的這些問題 今天看到海峽兩岸的問題 很顯然 還沒有能夠有一個適當的一個因應的一個方案 尤其是因為這次的選舉完了之後 我們所面臨的內外的這個情況 很讓我們的民眾非常的憂心 是我很直率的說 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選後的這樣子的一個高層的反應 很顯然跟民眾之間大家的期盼有很大的距離 而當選的民進黨的團隊很顯然也在處理這些重大的問題上面 也沒有能夠安定全國人民的心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有共同的責任 那就是希望我們整個的社會能夠恢復正常 這就是我們大家真正所應該去關心的事情 如果我對這個現在目前民眾所關心的 就是政局的穩定 社會的安定 所以我再一次透過電視機和大眾傳播媒體 呼籲全國所有的鄉親 大家能夠恢復平靜 從我們這些人想到中國人說 我們將來對這些人的理性、理性的態度 來因應現在的情形 千萬,大家不要急勤而引起任何的這種流血 或者是這種衝突 我們期盼大家能夠恢復平靜 謝謝大家 我們這邊請各位紀德小姐 選長請教一下 昨天郝龍斌高協任他也有代表新黨表示高度跟我們未來合作的意願 請問我們新的政黨是會如何跟各黨派的精英來合作 包括甚至民進黨是不是跟施民德方面有就立法院裡面的合作 有展開一個協商 另外在國民黨方面是不是也會透過力量 能夠把各方力量結合在一起 發揮一個最大在野黨的一個力量 那麼這是一個問題喔 謝謝 有關昨天晚上 郝龍斌委員 以及新黨的幾位評友來向宋生長跟張校長注意的情況 電視上都有報過 就是一個政黨來對另外一個團隊 他勇敢地去奮鬥 勇敢地去向前走 結果他有一點不滿意的結果 他來注意 至於將來是不是更 我看新黨合作的問題 我看這個問題 我剛才有答覆過 就是 在立法院任何議題對的合作都可能發生的 如果 對特定的政黨要 這個 合作的問題 我們現在 兩黨的籌備會 都 要 正在要 開始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留在以後 我們 籌備的時候 我們來 討論這些問題 不過 我在這裡 必須要強調 一個政黨 必須有他的 獨立性的 啊 這個 有關 理念的問題 他有他的 排他性的 所以 關於這個問題 兩個問題 有提出來 讓你做參考 至於 民進黨在立法院的 合作的問題 您剛才有提出來 已經展開活動了 這個問題 你的消息 我只能給你證實很正確 謝謝你 好 請環球李永平李吉澤 那麼待會請吉澤提問的時候 也報一下你的 媒體的名字跟姓名 省長好 還有我們在座的各位 我是環球電視台李永平 剛才我聽省長講說 在現在 心裡 最懷疑 最劃力 現在要直接交回去 直接交回去 zone 一2 一2 然後 比較遠的地方 正道警察那邊 沒有辦法過去 現成到這裏 還算勤勤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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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們在現場可以說好像是一個論壇式的方式 不停有人出來發表談話 也不停有人提供他們認為李登輝是什麼樣的人的第一手消息 引起在場抗議民眾的一個很大的共鳴 他們也不斷地一直喊著李登輝下台 可以說李登輝下台的聲音是不絕一的 是的那麼他們也一直持續在這裡 那麼他們一直持續在這裡 不過根據最新的消息李登輝現在好像已經坐了車隊離開中央黨部了 不過這個消息還是必須要求證 那麼以上呢就是目前最新的狀況 要把鏡頭交換給團內 我們剛才看到什麼的現場 分別是李國民黨的東部外面 有一些抗議的民眾贏國旗 只要李登輝主席來露台 不過這個國民黨的如果李登輝在9月的時候 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和東部主管都要來中習 不過這個國民黨也是繼續在現場 另外呢也就是這個道理總統好專員宋初主 他支持這麼要求之下 希望來做出一個新的政動 他剛才跟他這個情理歡迎到老須潘 也來講到做一新政動的一些生活 稍等下呢 我們要繼續來關心這些現場 他現在又調開記者會 說到希望來接合到這個武漢東牌的意見 另外他也希望選民 大家要來這個理性不同的激動 來接受這次選舉的結局 讓社會安定 所以這個稍等我們可以看到 宋初主記者會 當時也可以看到 你國民黨這個東部外面 那是有抗議的民眾的情形喔 我們來看看這個宋初主記者會想幹心的情形 那他們不一定等同代表於說支持您組黨的這樣子的理念 那現在您做了這麼倉俗的決定 這麼快速的決定之後 你在時間表上您要怎麼樣去凝聚這樣子這些人的共識 甚至是凝聚您未來這個黨內的一個共識喔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在國民黨面前 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有非常多民眾在抗議喔 是不是能夠請您呼籲一下 或者是說您對這個事情會有什麼樣的看法 還是您等一下會過去安補這些民眾嗎 謝謝 我再一次的向全國的民眾來做個說明 我昨天在群眾這樣子的要求之下 希望要阻擋 我並沒有回應 什麼原因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 不是叫做政治生涯規劃 我有我自己的這個規劃 我既然這個在選舉裡面 嗯 遭到了這個 嗯 挫敗的話 我自己應該之所這個檢討 所以我並沒有說我希望 再繼續 要對於某一些事情表達 極其的一些作為 而回到這個 到地方趕快去謝謝幾位 呃 掌輩在 呃 參選當中給我的鼓勵 在途中 我們這些 朋友 就 打電話 呃 一定要我回來 他們有一些意見 要來反應 這就是剛剛劉院長所說的 三個鐘頭 他們反复的希望提出來 他們希望阻擋的這樣的一個 回應民眾的一種心聲 呃 基本上是民眾希望 要求 把這個 像剛剛我所說 分析說明的 百分之六十的這樣的主流的民意把它結合起來 讓我們回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剛剛在我們幹部 大家討論的問題上面 這會上面 我一再的說明 那就是 不是宋楚瑜要阻擋 不是宋楚瑜要阻擋 所以當中還有一部分 他們的意見 是希望先組成一個政團 但是呢 絕大多數的 他們希望阻擋 我不能說 我一個人說 我反對 或者我贊成 所以我到現在為止 我可以講說 我回應 大家 所以我還是希望 明天的標題啊 不要用宋楚瑜阻擋 啊 是 這麼多的相親 希望要阻擋 啊 因為 我剛剛 半開玩笑說 如果宋楚瑜阻擋 就是一個人擋 啊 那是一個人 但是事實上 是這麼多的相親 或者是我們志同道合的人 他們要去阻擋 這一點 我特別向您啊 加以這個說明 第二個 今天國民黨 遭遇到這麼大的挫敗 遭遇到這麼大的困難 顯示出來國民黨的高層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檢討 我相信 過去的許許多多這些國民黨的基層的這些黨員 所以希望國民黨要好好的 大家看到的 就是宋楚瑜 他講到說 希望大家不肯來 他說宋楚瑜 一個人 要來做一個新的政動 是有一樣的 你們的鄉親 大家來做一個新的政動 今天回來 要還有其他重要的消息 歡迎您收看民視七點晚間新聞 總統大選雖然告一段落 但是部分對選舉結果不滿的民眾 他們心裡的怒氣 卻是沸騰到了最高點 今天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有大批的民眾聚集抗議 現場的情況甚至還一度失控 我們稍後會有來自現場的連線報導 至於其他的新聞重點 我們則是要告訴您的是 陳雪扁 呂秀蓮 在當選之後 他們今天一大早 就到了黃信介的墓園指令 另外國民黨主席李登輝 將要率領黨務主管 在九月份臨時全代會一提統籍 而在新聞當中我們還要看的是 宋楚瑜宣布令阻新政黨 而連戰今天沒有外出公開卸票 選舉之後 油價也可能要調漲 在下個星期二就會公布 我在新聞首先我們要把鏡頭 轉到國民黨中央黨部 目前在這個現場 還是有大批的基層國民黨員 在這裡聚眾抗議 而目的就是要求 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下台 因為他們認為 李登輝應該要為這次的敗選結果負責 雖然說現在已經天黑了 但是整個抗議活動 並沒有冷卻的跡象 我們記者盧盛芬在現場 我們請他來帶我們看整個現場的狀況 各位觀眾 現場你可以透過鏡頭看到 現場這邊支持抗議的民眾的情緒 是相當激奮 因為立法委員謝啟大 已經來到現場 並且發表了談話 現場的民眾 又拿了一片非常大的國旗 來到了現場 因此可以說 是整個人群 都把進入這個地段 都湧出了他們 並且不斷地再喊萬歲 那麼現在 立委謝啟大又即將在發言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現場的狀況 蝙蝠還講 他是周華民 陳水扁不敢講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成功民進黨的直政黨 民進黨開始接的現場 開始把國旗慢慢地不出現 可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有這麼多人 還是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我們的國號沒有變 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的國旗出現走 人人會掉淚 人人要向國際敬禮 要向國際敬禮 我必須讓陳水扁很清楚地知道 今天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還是中華民國 他是中華民國第十任的總統 他不要忘掉了 我們從中華買的 OK 现场支持来这边抗议的民众呢 都把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周围呢 都整个包围起来了 而立委歇齐大刚刚也发表了谈话 而接下来又都说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形 推主席的位置 整个的国民党 由国民党的党员直选 直选主席 直选中常委 我们希望你们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希望大家听到这样的声音 也有很多人希望宋楚云 还有很多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 这些国民党的精英分子 不要离开国民党 不是 我相信国民党的包袱很重 我们也承认 国民党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可是我必须说 这个摊子 只有我们真正的国民党的精英 大家要共同来面对 同时 今天如果国民党分裂 另外主政党的话 就会变成两个分裂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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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谢其他的谈话是相当的振奋 那么谢其他刚刚是谈到呢 国民党如果真的要改革的话 应该由党员直选党主席 以及直选中常委 而现场呢 还是不停的当选的声音 这个气氛呢 激烈的就像是当选的那个晚上 新的政党 宋仙这边也在做挣扎 在游移 不管怎么样 我想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今天民进党已经执政了 国民党必须团结起来 做个最好的一个监督的政党 同时也要为未来的四年 要选举总统做准备 不可以分裂 大家一起回来 亲民一起回来 谢其大师表示呢 国民党必须要团结 因此呢 必须从国民党的内部改革做起 那么现场呢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支持的民众 其实情绪整个都非常的亢奋 他们呢 则是呢 拿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国旗 并且在这里追伍着 而现场呢 是有香港媒体 有向谢其大反映说 现场因为推挤 造成有人受伤 那么谢其大有呼吁呢 前来这边抗议的民众呢 能够理事平和 不要造成任何受伤的事件 现场的喇叭声呢 可以说是震耳欲聋 那么事实上呢 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傍晚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这现场 他是从国民党中央党部信誉的门呢 开车走 那个时候呢 国民党是奉用了大批的震报警察 并且以喷水的方式先去散民众 让李登辉能够顺利的离开这里 而其他第二波的中常委呢 还在国民党党部里面 并没有出来 包括了立法院长王金平 以及总统胡思政 徐立德等等呢 都还在国民党中央当中 因为呢 这个中央都已经被这个群众包围了 因此他们现在车队还没有办法出来 而另外一头呢 则是震报的警察 在这边和这些支持的民众购置 所以呢 这个情绪可以说是相当的一个激烈 而现场的民众的情绪 可以说是越来越高抗了 他们表示呢 虽然李登辉的车队已经离开了 可是他们还是必须接手 在这里到最后一刻 一直到国民党的高层 能够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而现在呢 列阶级大师他表示哦 刚刚有人呢 呃 因为这个事情呢 近期受伤了 他必须要为这个事情呢 做一个说明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场的情绪 有人主张 麻烦各位等一下好不好 到底要不要阻挡有两种声音 到底要不要阻挡有两种声音 我稍微分析给大家听 不知道来吧 你们追加 saying 支持我们��을支持我们 toughest的情绪 迈克风给我一下 首诊 亲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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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委歇起大的喊話呢 似乎呢 沒有辦法讓現場的民眾呢 心情平素下來 現在呢 他要發表的就是呢 有關於宋徒呢 要組政黨的一個分析 一個情況 因為當時在討論的時候 有人主張 有幾位立法委員主張 要立刻主黨 同時也有一些 省府團隊的 也有一些人主張 是應該要先等一下 這個先祖跟政團 尤其最重要的是 希望國民黨整個做一個重組 符合人民的交求 我想這個部分 讓 我想還是 當然算他們決定 因為我不是屬於他們的團隊裡面的 所以我必須要強調一點 人民的聲音 如果我們現在國民黨分裂 立刻就會成為兩個泡沫政黨 只要國民黨一分裂 就會變成兩個都會很快的就泡沫掉 一個黨組成要有黨章 要有黨章 你是柔性政黨還是裝性政黨 不是像大家以為只要組成 六百多幾百萬票就不跑的 而且事實上多少國民黨的黨員們 等著在這邊 希望李登輝離開黨主席以後 大家能夠把國民 一百零五年的國民黨 重新改組 提示這些國民黨的黨員如何立 我講 慎姬慎慎姬慎是必要的 我只能說到這麼多 那邊還是他們團隊的一個狀況 我可以見到他們這邊 這個剛剛立委謝忻大師表示呢 國民黨絕對不能分裂 因此國民黨只要一分裂就會變成泡沫 所以現在就必須要進行黨主席的改選 由黨員舉選黨主席以及中常委 而現場的民眾的氣勢 的情緒還是相當的激動 他們不斷地喊著 現在下來 現在下來 用手勢符的情緒符 都是相當的一個激動 而他們也把大型的國旗呢 拿到現場來了 那現在天氣是越來越冷了 而且天上還飄著雨 可是呢 他們還是越來越多 跟一個抗議的民眾往性立這一帶去擊 因此呢 信錄這一帶可以說是 全部交通都攢患了 而且人潮是非常的多 而在同時的一旁呢 則是鎮暴警察在這邊對峙 因此的情況呢 也是說相當的緊張 那剛剛呢 這邊立委謝忻大也呼籲喔 能夠呢 以靈性平和的心情呢 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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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的支持的民眾可以說呢 幾乎都是以立委洩起大為的核心 都包圍在洩起大這邊 那麼呢現場他們也拿了大型的國旗過來 那事實上呢 事實上呢 國民黨中常委呢 還有第二波的中常委到目前為止 還在國民黨中央裡面 包括了王津平和秦立德等人 他們都還沒有出來 因為他們現在也沒有辦法出來 因為國民黨整個黨中央 在周圍都已經被民眾人潮給包圍了 所以他們現在的黑頭車 都沒有辦法開出來 而是在裡面呢 等待出來的時機 不過看現場的情況呢 是興奮呢 是相當的高昂 所以他們呢 到現在也是在裡面援傷被挫 要怎麼樣呢 來離開這個現場 而國民黨主席李登霍 則是在傍晚的時候呢 坐著黑頭車離開了這裡 他採取的方式呢 是利用鎮暴警 向現場的民眾噴水 然後呢 再匆匆的離開這個現場 那今天呢 國民黨所召開的臨時中場會當中呢 連戰和蕭萬長都沒有出席 連戰呢 是在總統府內 而蕭萬長呢 也沒有來這個現場 包括他們都以傳證的方式 來參加這個臨時中場會 而本來瞭解呢 連戰已經辭去了副主席的職務 馬英雄呢 也是辭去了周常委 另外丁守中也辭去了黨職了 那麼共和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呢 還是把這些黨務主管都予以未留 那麼他們做成的決議就是呢 在今年九月的時候 必須有國民黨主席李登輝 帶著所有黨務高層 一起來走旗 那麼可以透過鏡頭看到 現場民眾呢 可以說是情緒非常地高靠 不斷地有一些支持的 支持者擁抱這個現場來 不但也有很多呢 是來這邊 好感的這邊呢 是來這邊參與這個現場的 那他們呢 也不斷地向著對岸 拟著喇叭表達他們的訴求 現場呢 幾乎出現了 好像是暴動的情況 不過我們目前呢 並不了解 我們還要進一步地 去了解整個狀況 不過現場的民眾呢 已經從整個信義路 沿到了對岸 那我們現在呢 就透過鏡頭 再到各位去看一下 目前呢 這個現場的情形是怎麼樣的 似乎是有暴力事件 衝突事件發生了 那麼因為呢 攝影必須非常的小心 所以我們現在帶這個觀眾 來看最新的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是的 是的 推過鏡頭 你可以看到呢 現場的民眾和警方已經開始推擠了 民眾呢 也不斷地向警方丟雞蛋 而現在呢 警方 正報警察 準備噴水了 因此呢 警方是非常的緊張 雙方的衝突 是一觸即發 我們要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是現在正報警察 已經開始用噴水的方式來驅散民眾了 由於鏡頭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現在這位觀眾 你可以看待正報警察 是採取噴水的方式呢 噴向群眾 不過有很多的群眾呢 還是圍在正報警察的前面 他們呢 就是身體淋濕了 還是還是一直往前衝 因此呢 雙方已經產生了衝突了 正常情形可以說是非常的混亂 有一位民眾呢 是頭上流血了 似乎是已經受傷了 他的頭上呢 都是血 結果因此這位呢 已經變成是一起 有暴力以及衝突的事件產生了 有沒有看到呢 有一些民眾身上已經掛彩了 正報警察呢 噴水的行動 還一直持續當中 而民眾的情勢也越來越亢奮了 他們現在呢 是全部都衝向了正報警察 並且呢 向警察丟雞蛋 並且呢 和警察呢 推擠表達他們的不滿 現在有人丟了火球 往正報警察丟了火球 那麼現在的衝突場面 是越來越激烈了 那是一個一致汽油袋的東西 而根據了解呢 本來正報警察和毒眾之間呢 是沒有鋸碼的 剛剛呢 民眾在拿國旗遊行的時候 突然把鋸碼給撤掉了 因此正報警察呢 也是制止 因此衝突就開始發生了 那之所以會發生這個衝突呢 主要就是剛剛的時候 正報警察就已經準備要棄離民眾了 而當民眾的情勢還在高昂的時候 對於警方圖來的這個動作 都感到相當的氣氛 因此呢 整個衝突場面就一觸即發 到現在呢 正報警察是用了很多的 噴水喔 來噴向這個民眾 因此呢 民眾呢 現場非常多的支持民眾 就不斷的往前衝 也有些人呢 是撤到旁邊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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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來 我都來 你都來 我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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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來 我都去 觀眾透過表面 七十 gegen 她 人中 總 很強 apologize 我以為這個 是可以 弄了快 這些從來 賣入退出 非常出現 我們對 有的 賭卖 求求 當晚原本還算有一個 整個過程呢 到現在的時候 整個信錄這一段呢 完全是政治 使得民眾在進行的退治的狀態 也 逮捕了一些 就逮捕了一些 另外也有民眾呢 頭上掛 所以 所以呢 相當的混亂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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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